1月18日是郭德纲的49岁生日 从零时开始 郭德纲的徒弟们就开始送上对师傅的生日祝福 月云鹏更是在0点49分送上对师傅的生日祝福 不得不说德云社最细心的当属月云鹏了 相信很多人依稀记得去年郭德纲生日 郭德纲泪洒天津春晚建场 看到如今众多弟子都已经成才 郭德纲才会喜极而泣吧 今年虽然没有太多的弟子陪在身边 但张云维 靖赫兰 杨九郎等人 也陪在郭德纲身边一起度过这个生日 徒弟们的祝福也纷纷到来 不得不说的是 德云社的喜感简直是无处不在 本来郭德纲过生日应该挺严肃的 但因为孔云龙的生日祝福 确实让我笑了很久 就几个字的生日祝福 却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师徒如父子 因此郭德纲的不少徒弟 也愿意称呼他爹或者爸爸 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不得不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因为一个标点符号导致孔云龙的这则文案 翻车了 孔云龙可能真是莽撞了 庆生文案也是很简单的七个字 爹祝您生日快乐 还晒了三张郭德纲的照片 看似就七个字的文案 却让粉丝看出奇异 特别是前三个字 爹祝您 有粉丝就很纳闷 直接问谁是谁爹 确实这样的文案 当爹的给儿子庆生 也是完全可以用的 这段卷真的是大型车祸现场 粉丝们也是看热闹 不行事儿大 有粉丝还说 我怀疑您在占师傅便宜 我好像还有证据了 阮云萍更是九分钟就赶到现场 直接在评论区杂卦 回了三个字 好的爹 副总虽然是杂卦 但也把自己搭进去了 对孔云龙来说 郭德纲49岁生日 应该是最难忘的 今后就算是他想忘记 怕是一众的师兄弟 都会随手拿出来杂卦 当然这只是孔云龙的一时口误 就像孟贺堂在节目中说的 父不言子姓一样 他们对于郭德纲的尊重和景仰 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特别是孟贺堂 知道师傅喜爱蟒 特意买了一件蟒袍送给师傅 郭德纲 如今郭德纲已经49岁了 就像烧饼说的那样 郭德纲真的老了 台上说相声已经直不起腰了 距离50岁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郭德纲曾经在舞台上说过 想要在50岁生日之前抱上孙子 不知道郭麒麟 今年会不会为父亲实现愿望呢